我本认识在上师金美彭仑坐下 已经学习过很多年 最后他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留下来的 也就是说最后一句话 因为当时法王在成都住院 做了一些心脏手术 后来从成都给我们 佛学院打电话 给他的弟子们讲了很多话 最后一句他就说 无涉及到摩拉塔心 我们佛学院成千上王的人 最后听到上师的声音 也就是说最后在我们耳根当中留下来的印象 就是这八个字 表面上看这个文字比较简单 内容也好动 但实际上它具有非常深深的意义 像我们法王的成千上王的弟子 当他离开之后 把他当作作为上师来对待 以前佛陀在接近涅槃的时候 他说过 我在世的时候 你们的老师是我 我离开之后 你们的老师就是戒律 同样的 我们把上师的教言 来当作自己人生的一种尊责 人生的一种规范的标准来重视它 其实这几个字 我们现在很多人根据自己的身份在使用 比如说 我是一个藏族人 那么我不能设计藏族的民族文化 民族的语言 民族的传统 民族的信仰 不能设计这个道 不能设计这样的思想 行为 包括我的品质等等 而也不能损害人类 不能损害动物 不能损害其他的所有的 哪怕是植物以上的话 我们都尽量去保护它 所以很多藏族人根据自己的藏族文化来解释它 如果我们是汉族人 或者说是西方的各个民族的人 那么也同样可以说 不能设计自己的传统 文化 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 引有的这些宗教的信仰 知识的技能 不能设计有用的这些知识 同时也不能损害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的这些圣灵 也可以这样来解释 同样的 我如果是一个老师 那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老师的身份 不能放弃自己的所有的行为 我是一个出家人 那出家人自己有自己的本分 也不能放弃它 我是一个医生 一生有自己的道 也不能放弃它 我是一个飞行员 或者我是一个服务员 我是一个护士 我是一个做任何事情的 包括一些政府官员等等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能设计自己的本分 也不能设计我们众人类的这种善良和慈悲等等这样的这种道 这也可以摸射几道 吴绕他进来解释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